本州市港股于苦年最后一个交易州 受上周五美股表现良好带动 热意外港股比例指数升174点 报21,913点 内地本州将公布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数据 有分析员认为 香港与内地复偿通关 加上内地加快复偿步伐 美国通胀回落 美联储有望进一步放缓加息步伐 相信恒指有望于苦年最后一个交易州 上市22,000点 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表现全线上升 其中道指收部34,302点 升112点 至于标普与纳指质分别升15点及78点 港股AEI表现良好 EI港股比例指数部21,913点 升174点 在美上市的恒指成分股普遍上升 其中阿里巴巴 9988 AER 折合部114.39港元 升1.5% 腾讯 0700 AER 折合部373.85港元 升0.66% 美团 3690AER 折合部172.73港元 升0.89% 汇控 0005AER 折合部56.55港元 升1.89% 不过小米 1810ADR 折合部11.92港元 亦市跌0.34% 金利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己 作接受香港《文匯报》访问时表示 内地加快服尝 近日人民币对美元表现持续转强 加上美国通胀回落 美联储有望进一步放缓加息步伐 都对港股有正面影响 他预期恒指有望于 苦年最后一个交易周上市22,000点 由于春节将至 北水将于本周四起暂停 因此他认为恒指要等待春节假期后 北水恢复交易 才有望 吐气扬微 作进一步突破 至于进达资产管理投资策略总监洪丽萍作则表示 本周内地将有多项重要数据公布 包括公布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数据 以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若去年第四季内地经济增长数据不太理想 市场或憧憬本周LPR 可能会下调 加上内地近期持续推出措施支持经济增长 而港股近期亦走势良好 情大涨小回格局 因此他预期恒指有望于 苦年最后一个交易周上市22,000点 本周内地及美国将有多项重要数据公布 投资者可从中获得更多启示 内地方面 包括公布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数据 零售销售 固定资产投资与失业率数据 内地70个大宗城市新建商品注册 价格变动数据 以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内围方面 本周美联储会公布经济状况 喝皮书 美国亦会公布零售销售 工业生产 与原油库存数据 至于欧元区与日本都会于 本周公布通胀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